乌军的反击作战行动,在扎波罗热方向遭到了俄军毁灭性打击,其惨烈程度不亚于此前爆发的巴赫木特决战。 俄罗斯国防部早些时候发布的消息称,在扎波罗热州方向,俄罗斯地面作战部队在空军和炮兵的火力支持下,一天内击退了乌军突击部队,在拉伯基诺地区的六子突围行动。 在扎波罗热州的西安德烈耶夫卡、拉伯基诺以北和维尔伯沃伊地区西北部地区,乌军的有生力量和装备也遭到了俄军毁灭性打击。 截止到目前,争夺拉伯基诺的战斗仍在继续,仅在过去的一周内,乌军反击部队就在这一地区进行四十多次突围尝试,但均以失败而告终。 扎波罗热作为乌军下级反攻作战的主要攻击方向,其爆发的所有激战,就是在拉伯基诺和维尔伯沃伊地区一线上进行的。 据悉,乌军在该作战方向上投入了九个战斗旅,共约六万名经过北约专门训练的作战官兵,上述作战官兵在暴使,挑战者二等坦克, 布拉德利战车、M777榴弹炮、海马斯火箭炮等那些装备,或北约制式武器装备的火力支援和掩护下,对俄军部署在扎波罗热方向上的防御阵地、军事基地、战略交通线等军事目标发起了猛烈的反击作战行动。 但是十分不幸,乌军的反击作战行动不仅未能夺取一个军事重地,反而被俄军一举围困在拉伯纪诺尔地区。 尽管乌军耗尽了几乎所有弹药储备,发起了无数次突围行动,但仍然未能突出重围。 不出意外,已经彻底陷入绝境的这支乌军疲惫之失,恐怕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了。 乌军投入重兵发起的扎波罗热反击战不仅未能取胜, 还将面临着被俄军全肩的危险。 重蹈覆辙,再次失败的乌克兰,不用说取得最终胜利了。 能不能熬过接下来这个寒冷的冬季都很难说, 因为北约弹药列车和运输通道成为俄重点打击目标, 釜底抽薪也是俄比较成功的策略。 在前线对乌军的攻击,显然没有后方直接对乌克兰弹药列车进行攻击效果来的直接, 俄罗斯在特别军事行动初级阶段, 还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心存幻想, 不会轻易地攻打来自北约的军事目标, 俄罗斯的人自没有赢得西方的让步, 反而给自身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俄在认清西方的本质后, 也开始不再客气了直接对美西方军事援助, 美西方雇佣兵实施重点精准打击, 全方位侦查手段,精确制导导弹打击, 俄已经有了一套应对美西方军事援助的策略。 在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乌克兰军事援助上, 俄罗斯也是拥有了丰富的经验, 掌握了一整套成熟的策略。 俄罗斯已经动用了包括侦查卫星、 侦查机、地面侦查设备以及其他特殊侦查手段, 在内的一系列侦查措施来侦搜来自北约的武器列车等。 对于北约的武器中转战、弹药仓库、弹药军裂等, 俄罗斯也是全方位的进行侦查。 在侦查获取相应信息后, 俄罗斯会将情报信息第一时间传递给打击力量, 从而实施针对性精准打击。 北约弹药军裂刚到, 俄罗斯导弹呼啸而至, 现场发生剧烈爆炸, 俄再次成功实施精准打击。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 俄侦查部门发现了一列装满武器弹药的北约军裂, 出现在了顿涅茨克方向, 随后俄快速实施的精准定位和打击。 据悉, 俄侦查系统发现北约弹药列车后, 第一时间将精准的目标坐标等详细信息, 传送给了导弹系统, 随后俄军就发射了导弹。 北约军裂刚到, 俄导弹就呼啸而至, 现场发生了剧烈爆炸, 北约军裂全部被摧毁了, 俄导弹直接命中存储北约弹药和装备的车厢, 没有给乌克兰及北约任何抢救的机会。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 因为侦查情报信息非常的精准, 俄导弹攻击也十分精准, 从而确保了这次攻击效果非常好。 俄导弹直接命中了存储北约弹药和武器的车厢, 现场引起了剧烈爆炸, 将北约被尽力气用来的武器及弹药 全部炸毁了。 俄罗斯这次打击行动非常精准, 基本上没有给北约及乌克兰任何补救机会。 这次精准打击可谓是再次给乌军造成重创, 让乌克兰弹药不足的问题变得更加严峻。 乌克兰已经找不到应对俄罗斯精准打击的办法。 俄罗斯的攻击太突然, 乌克兰方面基本上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攻击发生后, 现场直接发生剧烈爆炸, 这不仅仅导致了整个军列武器弹药被炸毁, 而且导致整个北约军列和30名乌克兰军人化为灰烬。 这就是战争作为残酷的地方。 在俄加大精准打击力度的背景下, 乌克兰士兵伤亡越来越严重, 并且这种精准打击, 给乌克兰士兵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在乌克兰士兵心理上造成了恐慌情绪。 这次精准攻击之前, 俄罗斯刚刚使用军舰发射巡航导弹, 击毁了乌克兰的一座航空武器仓库。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 俄海军用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 对乌军一座航空武器和弹药库发动打击。 不久前, 俄罗斯还使用高超音速导弹, 摧毁了一趟北约军列, 导致西方援助的导弹、 火炮、坦克等全部被炸毁。 俄罗斯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 北约的武器弹药包括军人, 只要进入乌克兰的领土, 就是合法的打击目标。 在俄掌握制空权、 制信息权的背景下, 北约武器列车确实很难隐藏, 乌克兰弹药危机只能会不断加剧, 每西方援助武器弹药, 想要运送到一线士兵手中, 变得十分艰难。 如今乌克兰整个军工体系都被摧毁了, 乌克兰的防空系统也被炸得七零八岁。 尽管乌克兰还有来自西方的防空武器, 但是这些防空装备, 已经无法支撑起来一套有效的防空体系了。 没有体系支撑, 就算是西方防空导弹比较先进, 也很难发挥出相应的效用了。 没有了制空权, 乌克兰就没有办法掩护自己的武器装备运输车辆, 无论是采取什么方式运输, 都很可能遭到俄精准打击。 在俄精准打击不断增多的背景下, 乌克兰就算是接收到了来自西方的武器弹药, 但是也很难顺利地运送到一线士兵手中。 美西方国家计算援助的结果, 是按照只要运送到了乌克兰领土就算援助成功。 从数据上看, 美西方国家还在队伍进行援助, 这与西方的报道是吻合的。 美西方不断地宣布向乌克兰援助武器弹药, 美国5亿美元, 德国1亿欧元, 但是这些装备弹药仅仅是运送到乌克兰本土而已, 并没有到达一线士兵手中。 西方源源不断地援助军火, 但是乌克兰一线士兵还在抱怨, 手中根本没有武器, 没有弹药, 处境十分艰难。 所以说当前局势下乌克兰武器弹药短缺问题是复杂, 也是多种原因共同造成的。 乌克兰想要解决弹药紧缺的问题, 真的是非常困难。 乌克兰开始采取强势反腐, 撤换了大量后方的击氧级武器弹药运送人员, 但是这些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乌克兰存在严重的腐败, 这是公开的秘密。 西方援助的武器弹药, 不少都被乌克兰内部人员偷偷转卖了, 这也是公开的事实。 在这样的背景下, 泽连斯基开始了强势反腐, 泽连斯基撤换了大量后方部级人员, 从前线直接抽调人员担任相应工作, 但是很显然这解决不了问题。 俄罗斯的精准轰炸, 是乌克兰更换后方运送人员解决不了的问题。 今后乌克兰武器弹药运输, 也是时刻可能被炸毁。 乌克兰前线武器弹药紧张的问题, 很难得到缓解。 2024年即将迎来美国大选, 拜登希望利用乌军的战绩来操控选举, 获得更多选票。 为了节省弹药, 西方要求乌军集中火力, 在一个地点猛攻寻求突破。 从现在的战局来看, 乌军在南线罗布纪念地区集结兵力进行猛攻, 面临着中线不保, 天气阻碍, 兵力短缺等问题。 这些情况影响下, 美国的计划怕是要落空了。